珍惜最后的这一周半的文工作的日子 今天晚上从三亚回来就变桃体发言 昨天一天话都说不出来 嗓子超级痛 吃这个罗红霉素 我特别讨厌吃胶囊 就特别难咽下去 还有一个胶囊还比较小 现在在饿了慢慢买药都要书生争耗的 前天从三亚走的时候在机场 就觉得嗓子里面特别不舒服 然后昨天睡一觉觉起来 直接就被你就粘住了的感觉 我本来计划是昨天给路三亚给我分享的 都在这个茶几上 我当时买的时候觉得买了好多东西 但是前天摆出来发现感觉也还好 然后今天晚上就给你们一块拆开看看 然后我现在呢准备出门了 因为今天还有一轮面试 如果不出差错的话 可能以后就要开始上班了 这个话先放在这 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这段就剪掉不要了 哈喽大家 面试完了还挺顺利的 现在来IFC逛一逛街 曹哥要给我买全家的礼物 给你买肉质礼物 哈哈 老父老妻的谁给你买清人节礼物 等我肉质了 挣第一顿工资再给你补清人节礼物 哈哈哈哈 来吃了一家泰国菜 其实如果夏天坐在外边的露台上吃的 肯定也特别爽 泰式虾仁炒粉 这个是泰式的泰匠空心菜 猜猜我今天把你们架到哪里了 你们现在在一个水杯上面 泰国菜还挺好吃 鸡肉串 然后这个是蟹肉蘑菇汤 咖啡牛肉串 你吃点小吗 这个泰国菜真的还蛮好吃的 就是这一家 在IFC的四楼 螃蟹里面那个蛋 超级棒 他就在家回家了 超哥今天给我买了 新的草莓 西红水白水白 小松的甜 这辣超好吃的 这白草莓是在河马X店买的 有小半部分都烂掉了 所以能挤烂了呢 然后就给他们客服打电话 把一盒的钱都退回来了 河马真的是太厉害了 之前买山竹也是 特别特别硬打不开 然后实际给它捏开之后里面烂的 人家也把钱全退回来了 收购特别的好 不错不错 最近一直很想买一个 大一点的 看了Dior的那个Puketote 虽然真的很好看 但是摸起来手感 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那些质感 不是很好 我觉得每次拿东西还挺拉手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太放红款了 去了一趟沟山 本来想去看看他们那个最经典的那种大手袋 但是我觉得背上一般般没有太适合我 看了一个这个款 从来没有在人背过 我觉得很特别 也很像他们家那个经典的大手袋 它可以这样单肩带的背 然后也可以给它这样双肩带的 当成一个这样的大宝贝 它这边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盖的 可以给它吸到里边 也就是看起来正反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它的盖拿出来 然后这样吸上 这就是它的包的正面 然后这是反面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包两侧的这个 是可以给它折进去的 这个包真的是完全不怕它怎么折呀 怎么去挤它 四四方方的那根梯形 就是这样 这个颜色跟后面的长颈鹿好配呀 不怕刮 不怕水 不怕油 不怕折 特别耐造的一个包 底部呢它里边还带了一个这样的板 如果包里放很多东西的时候 就把这个板放进去 就比较能成重量 下面就有一个支撑的 包包里边呢是这样 你们看一下 容量非常非常大 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夹层 宽度跟我的电脑刚刚好 这个包整体感觉上呢 还是会比较休闲一点 像是那个大手袋 我今天下午试了好几个颜色 其他颜色都没有这个颜色 它的状色这么明显 然后白色的话 它的这个盖就是白色 黄色它就是黄色 然后这个呢 它金棕和这个黑色的一个反差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是我收到的 今年的情人节礼物 我这个丢三拉丝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掉 今天又是带了个相机 没有插内存卡 哇 心思 终于来逛这个山姆超市了 先办一个会员 在这边扫码 终于走到了我最爱的草莓 啊 米大香也太满足了 这一盒是89公斤 一公斤 这焦糖味的花腹饼看着好好吃啊 这是宵夜临时必备啊 好帮 这个 这个 嗯 就是我的 然后我看中了这个花 鲁丹鸟 嗯 好漂亮 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日常出门的必备好物 它是一个将免洗杀菌跟护手润夫结合到一起的这么一个小的护手仪 然后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就是将下面这里呢 这样一推 然后这边有一个感应的 事故现成 因为我刚刚手在这边它是对准了 就感应到了 所以就喷了一下 它里边的这个洗手液呢 就是非常绵密的那种小泡沫 主要成分呢 就是医用级的本扎绣胺和母婴级的甘油 非常温和又安全的成分 然后我也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本扎绣胺呢 它一般是用于手术前的皮肤消毒 还有伤口的消毒 或者是手术器械的消毒 杀菌率呢也是高达99.9% 在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护手仪 它的外观就是非常小巧精致 也很便携 平常日常拿出门 或者是放在包里 放在车上用起来 也是又好看 然后又显得很高大上的那种 就来这个很智能的护手仪 推荐给你们 今天没带相机出门 我每人相机录 还挺开心的 我们来吃老北京涮羊肉啦 全满爆肚就这么多种 嗯 背面 要吃小吃了 是烧鱼 涮羊肉必备的糖蒜 这个是肋排 这个是眼肉 或者是上个包包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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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偷吃什么 你消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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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辣椒羊肉很好香 这个是炸的芝麻烧饼 然后这个是烤 好好吃 今天买的芝麻烧饼 都在上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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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前两天买的枫林花 这小花瓣好可爱 比较了四天 装不出门了 我今早就把鼻子给口花了 我都不知道最近怎么 只要脸上一挤 就出一块淤血 再也不说歉了 狠狠的教训 跟着小红叔叔今天来逛这家 他们最近有一些青仓打折 在小羊房里 这个地方什么东西啊里边 乱七八糟的 所有衣服都摊在货架上 走了走了 看下来 这个好Q喔 这个也可爱 这也太少了 哇,好多verged 好喜欢这一只 来到了这个二楼的叫怪斯拉的展 看后面这个 现在我们来到他们的VIP室 里面好多特别酷特别棒的小百姜 三连陪超哥吃个晚饭 今天晚上我有约会 谢天谢地 看着好棒 松鼠对鱼面 啊,我也想吃 搭上脸皮上环的话只要250包 先拿过了 先拿过了 一碗味肯定不够吃的 吃了半碗,然后给超哥了 下次看我来尝尝扇丝面 还有那个 两个松鼠鲑鱼面 尝尝 终于来吃了 凑凑的 我一直以为凑凑是一人一个 那种小伙伴 才知道它是 你没想到 你活得这么久 你活得这么久 我刚刚回来的时候 走小区里那一小段 我感觉整个都被吹飞了 我刚回来照镜子 睫毛都吹掉了好几次 今天上海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尽量不要走在那个楼的旁边 我们家那个阳台洗衣机上那些罩什么的 都已经吹飞了 中号的一黑一白的这种扩香室 它后边是这样的 到时候 放上它的这个小夹子就行了 然后选了两个味道 一个是海洋的 海洋应该就是宝格丽香水的那个海洋系列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香格里拉酒店的那种 酒店里的香氛味 这两味道差不多 第一次在李佳琪直播间 抢了两支完美日记的唇釉 这个4号是V16 它的质地还挺稠的 挺干的 另外这支也是私容唇釉 但好像刚刚的这个大盒的V16是他们的新款 这个部分是有这种金色的线条的装饰 旧版的我买的是V05 V05呢会浅一些 然后更复古红的那种感觉 然后V16呢是比较暗黑系 然后有点巧克力棕掉的那种红棕色 都是那种亚光的丝绒唇油 这边还有一个开箱可以给你们看的 今天下午我们现在逛一个潮玩店 拿了一个太阳花的杯子 还有我那种装饰感的 喜欢的 现在来收拾一下这个角落 旁边的这个柜子后面还有好多些 我准备用我昨天就是 视频里做的这个盒子 稍微的收纳一下 昨天把这个鸟笼的收纳架给收拾出来了 之前是放我那些分底液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太招灰了 我刚刚就这样随便擦两下你们看 全是灰尘 把分底液全都放到抽屉里了 因为化妆的时候 手还是要干干净净了嘛 我就准备放一些香水 现在去三亚就拿了这一瓶都快喷完了 上面这层放的都是猪马龙的香水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这些香料 下面放一些花里胡哨的 这是CIO的特别浓郁 我不怎么用 爱马仕的这个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一些 但是瓶子很好看 像星空的 这个真的是没怎么用过 但是这么好看一瓶白在那 就太美了 你看 然后这一瓶呢 我用到后边也没有很喜欢啊 就是用太多了 有点纹腻了 全是这么点了 放到下面 这是前两天买的Louis的 我再喷一下 我这种天在家里开箱试的时候 不是很喜欢 还是一般般把它放到边上吧 可以用一下 可以用一下 他们家的香水都是 一开始买的时候 我们特别喜欢 但是日常喷的时候 会觉得很腻 所以也没有太经常用 现在又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 然后现在要出门去捡个头发 啊 头发也没洗太油了 雨天还冷了 你看那个东方明珠 我看不见了 再反应过来 是不是正月不能剪头发呀 你们那边没有这个手法 稍微打薄一些 发具实在是太差了 特别干涩的 有打劫 哇 这个是140 没有那个软 没有那个滑 棉的和丝的有区别 这是纯棉的 这是百分之百纯棉 11900 打完这6000 11900 对 真丝的话价格会贵一点 纯棉的价格比 上场礼拜的时候 床上丝件套也太贵了 看中的就是几千几万 还打了5折 回自己的淘宝上了 随便买一套了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家里的小店 我们家的这个iql就在这买的 我最近有点想买个咖啡机 有点纠结 我怕买了之后不用 所以先看看 没有简易点的那种 但这个可以搬 这个可以调 就是多一点少一点 出厂的设置呢 它就是标准的 它这个就是新出奶 它这个可以分小档 中档大档 这个是简单的 你需要的饮品 都在这里面找就可以了 好纠结 这个是种手动的 这个是个奶箱 然后自动打奶泡 很久没有走这种地下的通道了 怎么这么安静 这么空旷 我印象中小时候在北京 走地下全都是两边的那种小摊 或者是有很多homeless 你们猜猜我刚刚买的是哪一款咖啡机 因为它要下周一才送货 也就是3月1号了 所以就在下周的block里给你们看吧 我们现在来对面的这个商场里呢 吃个饭 它已经开始排队了 那8月我们就放了 哦 好吧 没想到我们今天能吃上上次 没排到的这个荣心馆 因为刚楼下的那个说起烧都排队 然后我们就俩上来碰碰运气 门前放了一辆losses 这些工具为什么要在这里 是吗 那我们下周的数换带 冰箱吗 我们下周的过程 那那个我们下周的过程 哪有什么适合你 怎么可能就是 封锁地下周的过程 是你再来回到哪五个小摊 我们下周的过程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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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的过程 现在 这道时 I'm a birthday with you I'm just fine There's blue skies 这个店实在是太大了 我都不记得上了多少层的台阶 才到了我们这个座位 然后这上面还有 这个是每桌B点的刺身拼盘 你尝尝真的好吃 两份刺身拼盘喝成一份就变成这样了 全是海鲜 干杯 太好吃了就是满满的芝士香 加上那种干一些的蟹肉松 这个蟹蝦真的是太赞了 这个蟹蝦真的是太赞了 一个日本甜蝦一个这个大蟹蝦 这个是蟹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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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蟹蝦 有点算 但是不重 这是我最爱吃的刺身之一 哎 海奶没上 南梅酱我刚 这些东西 我觉得最一般就是鸡翅 其实好太干了 squared 好吃 这 stressed 嗯 真的 一只要两份海鸡 上来了这么大一盘 这跟我们前两年在一个日料店吃的相间味道一毛一样 我们那一份可能四片版 连炉子都一样 我跟你们说这个海胆 真的特别特别奇怪 超级迷 拉丝的这种 闻起来还挺新鲜 但吃到最后的口感完全不像是海胆 我真的咽不下去 和牛肉寿司烧 现在要下楼拿个冰淇淋吃 吃点硬 点了份红豆小圆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 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们吃完了 这边挺漂亮 我把这个吸管插饭了 每次都插饭 然后喝起来特别扎嘴 扎嘴还露嘴 明天的早餐 这个大世家在三亚 17块钱一斤 我在这块68 这盒油桃100了 这石锅咋这么贵 这一盒就100块钱 好无聊啊 我现在在车上等超哥 他去银行办事情了 不知道一会儿他忙完之后 我们干什么去 好不容易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但是出来之后还是这么的无聊 但是我要珍惜最后的这一周半的不用工作的日子 今天的蓝天 我们今天要吃这个新Q烤吧 在宝浦的邪土路上 我今天看了 手提奏 猛主 左手提奏 胃主 手提奏 猛主 5 2 手提奏 手提奏 这是猫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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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羊肉串 他们家的炭烤肉的味道超紧的 可以好吃 终于等到了 吃饱了 嘴都吃饭了 老板娘现在也在烤肉 吃饱了 超专业 我们来看电影啦 好久好久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 今天看你好里欢迎 然后我们看的是下午5点的一场 因为当时看5点的一场没有什么人 遇见子女 走吧 真的吗 我俩包场 我竟然没有哭 就是这电影还不错 我累点可能比较高 然后这边有个好大的H&M 刚逛了一下 买了两件衣服 我们看这个超好看 一棵这样的树 然后这个树干里面是有分泉的 我终于在上海找到鲁锡盒 我朋友说鲁锡盒的肉葱小贝 比鲍食部的好吃很多 鲍食部愿意 然后他们今天肉葱小贝只剩三克 我拿了两个 拿了一袋核桃味的桃酥 又加餐了 那个是刀鱼馄饨 挺鲜的吧 挺鲜的 然后秋葵和黄鱼春卷 然后我点了这个是半的 大虾的回饭 好像这一碗 是旁边说他们也上错了的 一碗盐高汤 我们刚翻半天 他说的我没有回饭 然后发现人家上错了 就送给我 福尔克 优优独播放 再三鲜 再三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